Hello 大家好 莎姐 今天會跟大家分享一個年金 大家知道年金是有一點 莎姐覺得是穩定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總之你買大概是100% 你把100%丟進去年金 它就會給你5%回報 最尾好像是最尾 不是每年5% 你不要想著這麼天真 可能最尾是拿到105% 如果 你是越遲死的 你拿得的就越多 就是說 以一個平均數 女性就86歲 男性就83歲 然後就把105%大概 除了你86歲或83歲 男不定女 如果你真的活多於86歲 那你就有賺 如果你活不夠 早了8% 那你剩下的錢 就可以讓你的繼承人 每個月都拿 又或者 一筆過拿 但一筆過拿 就應該剩下的七成左右 只剩下的三成就會 下去 人家袋 但有一件事 就更加吊詭 我不知道 羅志剛是想 想被人快點 還是 有什麼看不開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政府政策有多有趣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羅志剛在網址上 就說 我看新聞 就說 其實有很多 你拿了退休金 或者MPF 或者你自己的積蓄 你只要保留三十幾萬 因為現在拿獎者津貼 大概是三十幾萬資產 你不過三十幾萬資產 你就可以拿獎者津貼 你留三十幾萬 其他的錢 你就買年金 之後你又可以拿獎者生活津貼 又可以拿年金 他就舉出了兩個例子 65歲退休的 買年金例子 一個就是你儲蓄加強積金有五十萬 你就可以留三十五萬 你用十五萬去買年金 你每個月可以領取年金 就八百七十元 再領取長者生活津貼 三千八百一十五元 你每個月就等於領取到四千六百八十五元 如果你積蓄加強積金有二百萬 你減除了三十五萬之後 你就拿一百六十五萬去買年金 你每個月領取年金 就是九千五百七十元 再加上長者生活津貼三千八百一十五元 你那個月就變了一萬三千三百八十五元 大家發不發覺 很吊詭呀 他說儲蓄在四十萬至二百萬之間的 退休人士 購買年金仍然可以生活長者津貼 如果我有二百萬還申請長者生活津貼的話 其實是不是有點吊詭呢 那你年金的目的是什麼呢 有時候我就真的覺得 是有點吊詭 喂 我有二百萬 我可能在退休之前留二百萬積蓄在這裡 但其實原來 我在內地可能有房子的 我可以租出去的 或者我在內地有房子可以住的 那又是不是呢 因為他說積蓄和強積金 如果我自己有房子又怎樣呢 這件事我覺得 會不會有點吊詭呢 你有二百萬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剛才二百萬 我又按個技術機 如果我六十五歲退休 除了三十五年 當我九十歲死 不是一百歲死 對不起 那再除了十二個月 都有四千七元 那現在他算到八十六歲 其實你年金都是沒有什麼好處 就是整個package五個百分比 但是如果你低於八十六歲 女性八十六歲 那你變相 那些錢就給了那個 所謂年金公司 就是可能是保險公司 那其實就好什麼 就好像莎姐那樣 沒有親朋戚友的 就變成被保險公司吃了 那夠錢 所以 有時候我自己覺得 政府推這些這樣的東西 其實等同些什麼呢 政府又不負責 又不負責包你任何東西 但是你要知道 當你就算有105個百分比 多5個百分比 不是每年 還要是 可能一百萬 最後可能一百零五萬 那你想想 能不能撐得住通脹呢 你能不能夠真的令到他安居呢 其實他現在政府 是完全不想負擔這個老人家的生活 跟內地就不同的 內地就是你老人家的生活 基本上是得到保障 但是香港老人家的生活 是得不到保障 但是反過來說 沒有老人家的話 我們現在哪有這麼多地鐵 地鐵雖然是私營 但是政府是最大的錢 股權最大的股東是港府 我們哪有這麼漂亮的地鐵 交通燈 收路 那些錢 這些都是當年老人家 創造出來的 那為什麼我們不會是 讓他們有一些好日子過呢 我經常都有一個疑問 今天我們付出的 他日我們被人丟棄 那是不是公平呢 現在的年金就是這樣 你自己顧自己 那當然他說 你可以申請長者生活津貼的 我不要管現在的長者生活津貼 你就算 高額長者生活津貼也好 都不是多的 如果他真的沒有地方住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即時給他一間公屋 都是不行的 你都是要排隊的 老人家條隊快些 但是你都要等兩年了 那你為什麼不想些 你真是可行的 可以照顧到老人家的方法呢 我經常都建議 為什麼不可以跟內地談 其實很多老人家 在上面都有親戚朋友 那為什麼不可以叫內地 可能在大灣區 可能在一些城市周邊 那些房子是很便宜的 就算在郊區都沒有什麼所謂的 你建一個類似碧桂園的那些 香港都有建的 不過後來發現沒有人買的 香港建的那個就是 老人家買的那些叫老人屋 下面會有醫生的 會有些方便少少的 可能地方有多少 那老人家就可以在那裡住到死為止 那就有多些照料 但是其實這房子不便宜 真的不便宜 那我們為什麼不像 香港現在這樣 因為沒有人買的 所以現在沒有再建 都好像要200多萬 不知道200多萬還是400多萬 是不便宜的 那為什麼我們不在 內地 郊區這樣建 類似這樣的老人村 裡面有齊了可以 老人家健身的東西 可以游泳的地方 喝茶吃飯各方面 還有中醫師住 住在那裡 然後你每年可能 現在所謂的什麼 NPF 年金 我們可能是補一些叫做 公班上面那些叫社保 那我們老了就可以選在那裡退休 那香港政府 每人津貼的 可能是2,000元已經搞定了 不用現在3,800 其實會不會是可以這樣談呢 內地吃東西又會便宜些 還有如果是郊區的話 空氣又好些 你只要每天 可能有兩班車 或者有條巴士線 每天有條巴士線 來往這個老人村到市中心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每個星期或者每一天 有兩班來回 就由香港 可能下馬州關 去到老人村 就方便那些人去探 只要是一個多小時車程 就可以了 再不是在老人村建一間酒店 建一棟酒店 那些人去探老人家的時候 可以在那裡玩 當作是要去大陸玩 都可以的 我經常都覺得 政府想完這些東西 就是永遠在死框框裡 永遠在死框框裡 為什麼不跟內地多些合作呢 其實你現在難聽一點說句 每月長者生活津貼 三千八元給長者 在香港基本上都生活不了 但是如果你三千八元 換回做人仔 在內地就很好用 如果你不是大城市的話 你在那些周邊郊區的話 根本上就很好用 如果他有地方住 根本就是很好用的事情 為什麼不跟內地談呢 分分鐘內地可能會安排中醫師 或者西醫 或者一些小小病床 在屋苑裡面 簡單的醫療 去裡面可以整個老人村 自己負責 搞定 不可以的才送去醫院 可以在那裡吃、玩、玩、娛樂、突骨 正骨來的 不要說是邪骨 那些可能 令年輕人更加積極 回上去探老人家 去探老人家就當去旅行 在那裡吃東西 又便宜又吃 然後突骨才回來香港 只要有直車去老人村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不做呢 而這件事更加可以退回 香港的空流域出來 又何樂而不為呢 只要可能對於 有興趣回到內地退休的人 可能跟內地談 去哪一間 那些叫做銀行 做回這個給內地政府 我不知道內地政府那些 是不是都是保險制的那些 或者是保險公司承包的 我不知道 還是根本是中央承包的 給回中央 或者是一些保險公司承包的 就給回保險公司 然後就去做這件事 我覺得 又不需要內地的年輕人 承擔我們這幫老人的負擔 我們亦都活得有專業 亦都可以在一些更加好環境的地方生活 我覺得為什麼不可以呢 香港就是經常太自把自為 因為那些官員經常都覺得 你內地我不需要你的 我很厲害的 我比你厲害的 我不用你們幫忙 其實是否不什麼呢 我們在一個 他們經常都說 香港的官員 經常為了可以連任 或者可以什麼 就會經常說到自己是愛國的 經常都覺得我自己是一個 經常都覺得 但是從來他沒有 他沒有當自己在國家裡面 我不是說要拿國家著素 我只是想一些 一家便宜兩家著的方法 如果我們真的是同一條隊 同一團隊的話 其實有什麼所謂 可以談的 當我們這些老人家 可能十年後 見到這個 這樣的老人村 我們退休的時候 移上去的時候 其實都是增加上面的 工作率的 可能他會有些 裡面要有一兩個中醫師 林間的要有兩個中醫師 可能又要請清潔 可能又要請一些 清潔到處 又可能有些可以幫你清潔家裡的姐姐 又會有餐廳 又會做一些廚師 事應 其實都是做正工作機會的 而外地土地是多的 分分鐘難聽一點的說句 那個老人村裡面 可以有一個叫做 流浪之家 裡面有一些 流浪貓狗 處理得很好 健康沒有病 那些老人家可以有空 摸一下它 貓貓咖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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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的 再不是做一個類似龍耕落的地方 有些土地的老人家可以自己喜歡畫一塊地去培養一些花花草草都可以的 我覺得可以造就到很多東西 再不是的 你可能每個月搞三轉 國內旅遊團的老人家給錢 就可以去旅行 就由這個老人村 去某些地點 就像我們以前 蛇丹餅種那些 在村裡 就一起去旅遊景點 一天遊也好 兩天一夜也好 又可以賺多一筆 我覺得為什麼不可以一家便宜兩家著呢 香港 其實有很多老人家 即是獨居那些 哈哈 獨居 可能她是真的願意上去的 還有就算什麼 現在很多老人家都是的 想去上面退休的 如果不是什麼 廣州福建那些 的津貼 就是鼓勵你們上去 同時也有很多老人家上去 那我覺得 為什麼他們不考慮一下 和國家各方未合作呢 你有沒有本事養得起這些老人家 我們這些年輕人準備退休的 我們又沒有本事 有一大塊錢在香港退休 但如果你說我要賺一塊錢在那裡退休的 就不太難的 即是如果你有得 如果一些偏遠的 你有得可能三四十萬 你自己有地方住 那其實就已經差不多了 即是可能五十萬 一百萬就已經可以退休 但香港一百萬是退不了休的 香港一百萬就是 你要有房子 然後有最少一百萬的cash 你才可以退休 但其實一百萬cash是不夠的 以瑞姐的 會計角度來說 一百萬是不夠你退休的 因為你有房子 你也要交管理費 水電煤你也要交的 那裡也不是小事的 所以你說 有房子 工斷了 而一百萬cash 是不是真的可以在香港退休呢 那些是有點騙你的 這個事實 但如果你不需要一百萬 可能五六十萬的 在內地都可以退休的 所以 要看 我還不覺得 內地會拒絕這些提議 你不發現內地其實給了很多很多優惠 香港 所以如果 這個提議 是真的能夠相贏的 我不覺得內地是會拒絕的 問題是 我們香港的官員 是從來不會突破這個空間的 總之不做不錯 總之 盡量就不要跟內地拆上關係 總之他們就想港獨 那些官員 不是說 那些官員 不說港獨 他們說 我們不是港獨 我們不要港獨 他們說是這麼說 但他們思想已經是港獨了 香港是撤離了國家 在思想上已經是這樣的 所以他們每次都看西方 完全當我們國家那些 是死的 總之要完全跟他們不一樣 那就等同於一個兩個 這些是 不知道是什麼邏輯 但是沒有辦法 我們這些高官 就是大學畢業 就是英政府訓練出來的 所以就是崇洋的 雖然我也是殖民地時代 受教育的 但是不是這樣 他們完全是沒有獨立思想 總之 人家下命令就做 所以你都好像 可能未必是事實 但是我自己統計來說 都覺得的 每次不是政府 即不是內地中央政府 吵 即是中央啊 透過一些官媒 那些去吵 或者說一些爆料 我們香港政府是不做事的 我們的立法會議員是不做事的 是的 當內地的官媒開始出聲 炮轟 就開始馬上做一些事 所以其實 這些年金 其實我覺得 搞這麼多做什麼 你有NPF 有年金 聽說句 那個年金 都是找你笨的 你覺得會沒有手續費嗎 如果 你如果 105% 只是等同你 好過 放在銀行 但是根本 連一年通脹都抗不到 那你怎樣生活呢 那我不如 輕輕一點說句 買一些 真的藍籌股 每年給我3% 我都還跑得好 那些105% 你要搞清楚 你不是每年給5% 然後又除掉它 而是真的 整個才105% 拿回 那你想一下 你分得多少 所以大家真的 考慮清楚 不是想裁政府 但是這個年金 你想一下 經過這麼多人手 怎麼會不賺你錢 你買股票 別人都吃你一水手續費 更何況這些 這些就是 他拿了你的錢去投資 然後呢 每個月撕回一些給你 期望你就早死 這個不是傻姐期望你 是那些公司是想期望你早死 那到時候 你的後人 就一定是說 一筆六個拿 無謂這麼愚蠢 逐個月逐個月給我 一筆過拿 你就拿回剩下的七成 他就吃了你三成 就是這樣 當然可以了 那好吧 今天跟大家 講清楚這些 所以我會覺得 240萬至280萬之間 還可以買年金 又可以申請長者生活津貼 這些是什麼呢 雙重福利嗎 還是告訴我 長者生活津貼 不是一些叫做什麼 不是一些叫做福利性的東西 因為 長者生活津貼 就是因為長者生活 生活不好 所以去給他 但如果有200萬 你都可以這樣 策異申請長者生活津貼的話 其實如果 真的 在30萬 留下的長者 你是不是應該加多一點錢給他呢 我會覺得這樣才公平一點 你200萬 你又可以跟 申請長者生活津貼這樣玩 又有3800 我只有20萬 儲蓄 我又只有3800 我怎麼生活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 是有少少問題 我覺得如果他 多過50萬 的錢 其實那個長者生活津貼 就應該減少 又或者 他真的只有30萬 留下 35萬的長者生活津貼 他應該加碼 這樣就會公平一點 這次就說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